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该怎么办呢 有的人就会向现实低头了 妥协了 可是有的人朝着他的理想 坚持不懈地努力前进 当然在过程当中 一定会遭遇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阻碍 甚至于很多打击 但是如果你只要坚持不懈的话 你的理想终于还是会获得圆满的结果 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只要回想起来 会觉得人生不须此生 今天的人物介绍是谁呢 请看 七冠军 从小向往武术 成为黄飞鸿第四代敌传弟子 情恋全数 数十年如一日 从未间断 他在1971年 凭着一身扎实的武术根基 被香港少事网罗旗下 拍摄了上百部电影 筷子人口 红遍港台 直到十多年前 习饮从商 期间几次的起落 让他尝到了人间冷暖 请收看今天的圆梦厨房 七冠军的故事 欢迎 欢迎 欢迎我们名文港台两地 也是我的偶像的七冠军 到我们现场来 欢迎七冠军 你好 关键 还有他最可爱的七冠 米凯 你好 请坐 请坐 想起来您这个大拳 是数十年如一日 身体看起来还是那么样的神勇 而且不像六十岁以上的人了 有吗 真的有 我明年大公车又带了 明年大公车就又带了 我那个慰问金 那个补助金 老人补助金 所以这就是中华民国的福利了 说起来你从小就练拳 为什么会想起来练拳呢 等我十二岁就开始练了 因为就是练小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学校 就是天主那个基督造学校 隔壁就对接那个就是那个书院 书院就是以前的飞载学校 那经常都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看得不顺眼了 对啊 就是欺负人家怎么 我们就好像路过不平这样子 整天想说收礼他们 那结果我们那一堆人 我们那一堆同学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壮一点的 他带我去上楼 不是上山 然后上楼去去拜师 那个时候 几岁那时候 那时候十二岁 十二岁就开始拜师学医了 对 后来就开始练拳 练的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是洪拳 洪拳 对 洪拳跟以前我们听说的洪门 有什么关系呢 有年代关系 那时候这个拳是洪西关创作的 那个延永春是他太太 他现在所谓的永春拳 永春拳 女孩子的嘛 对对对 所以李渡拳下来 有黄飞鸿 林锡荣 对对 他的祖师也是所谓黄飞鸿 里面电影里面的猪肉笼 像这几十 从十二岁开始入师 拜师了以后到现在 您是不是从来没有尖断过 没有尖断过 一天大概花多少时间练拳 练拳是差不多半个钟头了 然后有体操半个钟头了 然后再去健身房 练个一个多钟 两个钟头了 再花三个多钟头 两个多钟 三个钟头这样子 好 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去练 我没有 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他 看到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 我真好 怎么有一个人 好厉害 打的拳真的是 我不是 他真的是超级粉丝 他打的拳真的很厉害 然后看过他打棍 然后刀 好像什么都 以前的那个可能是 后面是子弹 对不对 那以前的时代那些东西 可能我这个年纪没看过的东西 他打出来 我都会 刀枪剑子 什么都有 我看起来就像还有梅花镖 什么东西我看了 真是厉害 所以这红拳里面 需要用到一些个武装的东西吗 刀 什么枪这些 我们主要是拳 那碰到用剑的人你怎么办 那剑 我们有剑 我们有刀 有我们枪 十八般都有 我听说红拳出拳的时候力气很大 就有劲 就是打过去 就是硬桥硬 这个桥是要硬的 打出去硬的 这样硬的 对对对 不是说这样子 不对 像我们老人家在练的这个太极拳 太极的话就放慢 就是让心身 那个心身就是放慢一点 有劲的 关节就是给它放轻松 对不对 那你这个演过很多的电影 都是因为可能也就是制片或者导演 对于你这个拳脚功夫 一定是非常欣赏 请你演电影 那你演的角色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一些经验 以前是做训练班的时候有去课串 就是有一些经纪人要不要玩一玩 有玩一玩 玩过了 因为我们我是跟洪金堡是同一个师傅 那吕郭拳 吕郭拳 跟他的师傅一起 就叫练武术的方面 就是翻滚的那种 武的方面 那还有学习那些文的戏 有受训过 所以就是有一些经纪人 你里面出来玩玩的怎么做武行这样 做临时演员 有几次这样子 开始的时候临时演员 对 所以临时演员 我拍的是外国片 一天就是一天讲一个对白一个镜头 100块美金 就是那个洪金堡在那个什么 那个炮艇那边跳上来 就是演那个着色的替身 那我们就做指来指去的 问路人家 路人家有一个对白就在那边 就这样一句话 对 那边 100块美金 听说他有三次很好的机会 又重新再登上电影 他都不去 是不是 对 第一次就是李晓荣过世的时候 然后张册想要脱离邵氏 所以把他的合约 已经卖给佳和公司 然后就是写了律师信函来 一直要他回去 所以张册那时候很气他 这个可能外面人很少人知道 因为那时候没有陈隆 都没有人 那如果你要出来的话 大概陈隆也没办法向你的 我是当家了 对 佳和没有人的 都是外来了 对 然后那时候就 他不回去啊 武马先生来台湾等他三天两夜 怎么样用律师信函逼他 他都不回去 他就是死都不回去 怎么样我就是不要 然后自己就在台湾开了电影公司 你自己开会电影公司 对 结果呢 拍了两部 也拍了两部 后续就是因为那个舞蹈片景气不好 那我不愿意回香港 香港是很多那些社会现实片 那第二次的机会就是那个那个谁 那个洪金堡 拍那个张先生找情话 那这部戏很红 他叫我去 我没有去 我又不舍得台湾 又失掉一个机会 那第三次呢 周星期找我去演功夫 那功夫那刚好的 SARS最严重的时候 那我女儿刚好出生 那进入那个招呼病房 那我 我也不去了 就为什么要等14天的隔离 我说不要 我要看得了 那你在香港那么样受欢迎 你那为什么不在那儿继续定居 回到台湾来呢 因为那时候 民国63年的时候来台湾 拍了几部戏 就是邵氏组织一个禅公司 来把这一边 以前它所放营的钱 那就是把它拍戏用完 用完我就回去 派他们来把它用回去 因为我们就拍了好几部 全部用完了 用完就回邵氏 但是结果这几年来 我觉得台湾不错 很有人情味 真的很有人情味 我说起来就定居杀了 也不是为了女孩子 怎么不会的 天人 她明明就是为了爱情 为了爱情 那为了哪一个的爱情 因为爱情 因为你了 没有 因为她的前任太太 那米卡 你 在你的眼中 你对你这个老公是怎么看 我看她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给十下年轻人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爱 然后你可能不知道 有一个现实面 理想面 那她的前妻跟她 就是认识的时候 是我老公正风光的时候 对 所以一旦爱情在一起的时候 那当然是轰轰烈烈了 可是在这个后面之下呢 人会相处 还有这些面包什么东西 在发生的时候就会有摩擦 所以一切的美好爱情 从刚开始当然都是很美好 就坏灭了 坏灭了 就后面就开始有一些问题出来了 那我会就是这么执着地跟着我老公 其实我跟着我老公的时候 是我老公可能已经生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两个小孩 那她的财产就是那两个小孩 那我看到我老公对小孩的坚持 她对任何事情的坚持 我知道我先生的好 我先生坚持的东西 始终就是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的 对 你也都很赞同的 对 没错 那你觉得你先生 你跟她在一起 有多少年了 我二十 应该二十 有二十年了 我差不多 二十年了 二十年 我二十四岁认识她的 那认识她的时候 那时候她也是 跟我讲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因为她跟我讲说 你建不建议 跟一个离过婚 然后带个两个小孩子的人 做朋友 那我当初不知道她是谁 因为我在国外读书 然后回来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我只是在一个聚餐 刚好她也在场 她问我的时候 我看这个人 奇怪 她讲话怎么这样 而且她的外表 我根本不知道她几岁 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啊 我就说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在她的生日的时候 她就打了电话给我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唱歌 唱歌 然后就开始交往 好 其实你刚刚讲的很有道理 这个男女之间 因为爱情可能就结合了 对 但是爱情会慢慢淡去的 对 没错 没有人一辈子 都在谈恋爱中间的 没错 那老夫老妻所留下来的就是 道义跟责任 对 没错 互相的习惯 你讲的很有道理 没错 这二十年来 那冠君 你对你这个媳妇 样样都以你为主 你有什么话对她说吗 那当然是不错 她是我第二层 就是我最低落的时候 她拉我 拉我一把 什么拉我一把 起码她跟我 可以跟我共患难 共患难 二十年来陪伴你 还要做什么东西 今天要做菜谢谢她 做 你会吗 会 我经常以前在家做菜 会 我以前也是做厨师 你有做过厨师 对 我十五岁就开始做厨师 做到二十二岁 真的假的 对 我在酒店做西餐 中餐 有附带中餐这样子 对 那后来做日本料理 我都会 好 但是现在忘记了 现在忘记了 那现在所煮的都是 广东的炸常菜 炸常菜 而且非常简单 一看了就知道怎么做的 那你今天要做什么来谢谢 就是 清蒸鱼篮